如果比喻為兩岸的話 你會想到什麼議題呢 大謙哥 對 我想看到這樣的一個表演 其實它大概有兩個含義 原本之所以要用和平歌 某種程度而言 中國大陸還是想向全世界傳達 它是要和平崛起的訊息 對照美國不斷地在強調說 中國大陸企圖有更多的野心 然後這個勢力做更大的擴張 但是用和平歌的方式來做 那當然某種這樣的一個表演的形式 還是向全世界在做宣示 就是說不管中國大陸 是不是崛起跟壯大 和平對他們來說 都是一個最重要的選擇 他們也無益於這個侵犯到 全世界各國其他國家的利益或主權 但是當然我們看到 在整個表演過程當中 忽然插了另外一幕 就是大孩子拉了這個小鴿子回來 然後你也看到了 這個共青團的官方微博講了 迷途的孩子要早點回家 其實當然這些話就是對台灣喊話 所以在這個表演過程當中 一方面對外展現中國大陸 它是要和平崛起 和平壯大 對世界各國沒有什麼威脅的 這樣的一個意念 另外一方面 它也向台灣 向全世界傳達另外一個訊息 就是台灣是中國大陸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國大陸顯然不可能讓台灣 這隻鴿子就從此飛走 看到中國大陸這麼明白 就北京政府這麼明白的 藉由連東澳的開幕式 都要做出這樣的表演 來傳遞訊息的時候 其實台灣人民跟這個 中華民國的政府 我們就要認真地來思考 就接下來我們所面對的 北京政府 這個所處理的兩岸關係 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局面 特別是如果我們看到了 烏克蘭的例子 烏克蘭的例子原本是一個本來 無視天下太平的一個地方 就是如果不是因為 烏克蘭的總統哲倫斯基 準備要去抱這個北約 或者是抱美國的大腿 把北約跟美國的勢力 引進烏克蘭 坦白講說實話 今天烏克蘭沒有什麼太大的危機 你也不可能去給普丁任何的藉口 讓他成兵在這個烏東邊界 擺了十幾萬人在那裡 隨時都準備要入侵 而且特別是我們看完了 烏克蘭的例子 你就會發現 烏克蘭想要去抱大哥的大腿 不管是抱北約還是抱美國 最後這些大哥 沒有一個人實際的伸出援手 他們給了很多軍需品 給了很多這個軍事武器 美軍已經到入住波蘭了 但是重點是 他們沒有任何的部隊 進駐到烏克蘭 就是說包含到 我們現在看到的歐盟的這些國家 北約的這些國家 對於要出兵 如果俄羅斯入侵了烏克蘭 他們要出兵援助烏克蘭 其實都持非常保留的態度 甚至連美國講好要去的那個8500人的部隊 到現在都還在這個北卡的基地 到現在也沒有動 所以如果你看到了烏克蘭的例子 再想一想台灣 我們就要認真的思考了 台灣這個時候要保護中華民國的主權 獨立的完整 要捍衛台灣的民主自由的制度 最好的方法是什麼 是去找一個大哥來抱大腿嗎 還是我們要認真的思考 在兩大強權之間 我們要有更大的彈性跟空間 來取得我們自己的最大利益 所以當北京政府在這一次的 東奧開幕式的這個表演當中 露了這一手 傳達了這麼明確的訊息 那麼我當然期待 現在領導台灣的民進黨政府 擔任執政黨的民進黨 不要錯估兩岸的情勢 看一看烏克蘭 再想一想台灣 看看美國在烏克蘭事件當中 最後究竟給予了什麼樣實質的援助 你再認真的想一想 台海發生戰事 你真的要把所有台灣的安全 都放在美國會不會出兵相助 這樣的一個賭注上嗎